HELLO 聊世紀天天無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朝鮮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12點鐘方向朝鮮人天空熊 選擇到了朝鮮囉 朝鮮的文明特色是挖石頭的速度很快 所以他是非常適合打塔工的文明 因為挖得快配著石頭的村民也會比較少一點 而且朝鮮人又有免費的工兵鎧甲 所以很適合打工兵路線 馬工路線也有人打 但是很少 因為他沒有品種 所以用起來馬工也不是那麼容易成熟 大多數還是在城堡style 多按馬戰車去壓制對手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ELLO這邊選擇的文明 是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開始的經濟就很不錯 因為他的村民的攜帶量 這個資源攜帶量是加3的關係 不管是採石物、木頭、黃金、石頭 都是加3 所以他前中後期的經濟都是非常好的 阿茲特克人的老鷹豹是要特別注意的 他的均勻的製造速度 生產速度是產能超級超級快 南美文明都要特別提防這個老鷹豹的打法 阿茲特克人他的前期的棒棒快攻也是不錯的 尤其是生產速度快的關係 棒棒可以更快到敵人家 阿茲特克人來說 我覺得算是一個蠻強勢的文明 後期他還有很多的生鋁 每點個科技可以讓生鋁增加5點血量 到了地用時代 全點滿可以到100DC 他用生鋁當作主力來打的時候 也是蠻可怕的 但大部分還是會比較常看到他的老鷹豹的打法 或是直接打這個紫毛器 讓自己的戰毛兵加一點傷害跟射程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HERA這邊的地圖呢 目前看起來是還可以 那這個地圖比較尷尬的是附近在前面 祖精也靠前 那看一下石頭 石頭在後面那應該還好 那如果天空熊這把是打塔弓的話 那他可以很好的控制這些區域 那就很舒服了 控制這三塊區域如果能控得下來 那勝率就可以提高很多 那天空熊這邊的地圖 跟HERA好像差不多 甚至我覺得天空熊的地圖 還稍微差了一點點 但祖精的位置還不錯 但也沒好到那裡去 因為左邊也是有個高地 整體來說也是不太好為家的 那天空熊這邊是選擇了一個 三人伐木 很有可能 是要來打一個18匹 升級 或者是打19匹 那通常現在的META來說 朝鮮人 還是比較常常去搞插塔這一招 畢竟朝鮮人不插塔的話 優勢會比較小一點 但是在封建時代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如果你跟他打正常的封建打架的話 還可以擁有免費的一級的工兵開架 那毛兵槍毛騷擾也是可以去做一個選項打法 那整體來說 朝鮮人是不太建議 不交流 就是不跟對方打架 然後直接開農 那通常朝鮮人直接開農都會很容易農出對手 而且沒有辦法打出更多的節奏出來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天空熊這邊已經鬼死 打了18匹 均勻已經補下了 那這邊有可能打射箭場 OK射箭場先開 點了一個伐木 雙面 好HERA這邊則是點下了一級伐木 支部技術 偷了一個支部喔還蠻爽的 偷了一下經濟有點好 好一級的農田也點下了 HERA這邊是選擇了老鷹開 按了老鷹 開始往前壓 但是天空熊這邊是按了一隻弓兵之後 開始轉毛兵 那這裡轉毛兵並不是真的要轉毛兵 而是這邊在等黃金挖出來 所以會先補下毛兵 讓這個射箭場的慘人不要停下來 這個就是頂尖高手們的一個細節 通常不會讓這個軍事建築物在前期就停下來 那我覺得這個算是 大家會有時候會忘記的一個小細節 那天空熊這邊的細節是做得很好的一位玩家 所以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遇到老鷹爆的話 封建時代是可以用弓兵去克制的 所以弓兵按得多點下一級射 HERA的老鷹勢必會被壓制住 那HERA這邊的問題呢 是打出了雙軍營 那這就很危險了 那兵工廠這裡要早點下了 不能再偷了喔 OK HERA這邊果不其然 開始補下了兵工廠 那這裡補兵工廠的話 第一時間是要去點防禦力喔 一級的步兵鎧甲一定要點 這裡不點的話一定會被天空熊點到頭破血流 那我覺得HERA這邊更偷的事情是 他明明是打老鷹爆 卻又不在主經補劍塔 感覺是有點小看天空熊了嗎 還是有點大義了呢 直接被工兵射到家裡 但是有一級的步兵鎧甲 這邊再繼續爆兵 那我覺得天空熊這波 應該是不會到打輸吧 因為他這裡有按槍兵喔 天空熊這邊的細節 那槍兵的部分打老鷹喔 還算不錯 傷害喔還有打個兩滴血 因為槍兵的傷害是三滴 戳老鷹還有兩滴 當作前排還不錯 但是最好的話 還是可以轉出肉碼 之類的會更好 但是朝鮮的肉碼又是偏爛 所以現在阿茲特克呢 有這個步兵的優勢在喔 好 當然現在誰輸誰贏很不好說 欸天空熊讓Herod 覺得有壓力 點出了一個劍塔 OK 點劍塔了 那點劍塔的話 這樣子 天空熊就有一些經濟的優勢在了 那天空熊這裡反而是沒有來插劍塔的 好這個劍塔建起來 天空熊應該是要撤了 好 我們可以看到天空熊這邊的視野 是沒有看到後面的 墓區喔 如果他這邊有探明的話 就會知道 欸 其實Herod的地圖喔 很差 這裡如果補了一個劍塔 如果後面的地區 又可以看到這個只有一片墓區 直接插這個墓喔 Herod一定要勢必去挖石頭 或是補四季喔 去買石頭出來喔 這樣子的話 天空熊的經濟節奏 會打得更好一些喔 但是現在要控前線 又要去插塔 其實是有點強人所難就是了 好 當然Herod這邊主進進控好 黃金可以繼續挖 軍銀的部分可以繼續按老鷹 那老鷹的部分不知道 是要到多少隻才衝 16隻老鷹我覺得是有點多了喔 那是 Herod還沒有打算往前衝刺 似乎在等天空熊進來嗎 好 這邊天空熊工兵走進來 Herod這一波工 欸 老鷹居然不去天空熊家裡漏嗎 決定不落家 反正是要直接去抓到這一坨 不對 好這裡 Herod可能是想要等城堡時代 老鷹增加攻擊力之後 結果直接踩了進來 天空熊這一波很賺 穩了 這個走進來 應該是沒問題了 可以抓到兩村三村 沒問題 天空熊直接射爆Herod的村民 老鷹現在已經貼上來了 但是老鷹的防護率在這個時間點還是有點弱 但是應該是能打得贏 老鷹要拉個幾隻去打工兵 前面的先把槍兵給解決 OK 直接包抄應該搞定了 老鷹的攻擊速度非常快 工兵直接被吃光抹進 那現在天空熊點下城堡時代 兩邊在城堡時代是差不多時間點 好 那這一波的壓力天空熊會非常大 看要不要直接上十強 或是再把家裡圍在更死一點 那這個時間點直接被流進來的話 會很難受 因為他的攻病全死 Herod的老鷹 還有十幾隻 那Herod這個時間點應該不會直接衝進去 還是會先等城堡時代的研發完畢 再繼續進攻 所以應該會先外面磨一陣子 把這個建築物先稍微磨一下 城堡時代再衝進去打個一波 會更好 Herod這邊並沒有直接想要從後面繞 這邊是直接走到了前方 想要打建築物 但天空熊一直休一直休 攻面部分天空熊沒有要打 反正是走了馬攻路線 剛剛講完說 朝鮮的人也有人會打馬攻 但是不太常見 因為每品種 結果天空熊對把就是打了馬攻 好 那馬攻的優點呢 是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傷害打老鷹其實蠻痛的喔 可以看到這邊老鷹的血量掉得很快 升到了這個英勇士的話 遠防也是3加1 點完是3加2 5點遠防 那馬攻騎兵的話是8點 比弓兵多了一點傷害 所以這邊打起來 打一下還有3滴血 其實傷害還是很不錯的喔 只要馬攻數量存起來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打老鷹的話還是要盡可能的 使用弓兵去壓制 或是轉長劍兵 都是可以考慮的打法 用騎士陰幻的話 數量一定要夠多 而且最好是有品種的文明 還比較好適合用這個 騎士的戰術去壓制喔 其他的像弓兵文明的話 就只能走這個不弓兵 那如果像一索比亞的話 這個的話就可以直接用彎道羅斯去壓制也行喔 那我是覺得 朝鮮人算是一個非常難打老鷹的文明喔 但天武雄這邊直接走馬攻 我覺得相當的果斷喔 這個是非常正確的選項喔 我們再看其他的職業選手 打老鷹的情況 一定喔 工兵文明喔 都是走馬攻路線喔 甚至也有看到這個 不列典人喔 走馬攻打老鷹的情況喔 那天武雄這邊 雖然朝鮮人沒有品種 還是走馬攻了 這就是我們說的朝鮮人的 比較特殊的情況 好 那Hera這邊是點下了二級伐木 現在的問題是Hera 繼續走老鷹的話 會一直被天武雄Poker 而且已經點下了彈道血了 待會抖動的話 可能效果也沒那麼好 還是會被射到幾發 血量還是會一直往下掉 這裡往前走 又被換掉了幾隻 天武雄現在優勢非常巨大 一直往前射 抓掉更多的老鷹 現在有點殘血 生女並沒有遭翔 怕遭翔就被點掉 但天武雄其實要硬點也不是問題 但這邊 一直想要去手點老鷹 就會沒有老鷹想要做籃節嗎 天武雄這邊有十八隻的老鷹喔 十八隻的馬攻 這個傷害 往前點 但是馬攻被遭翔 好 現在二攻 還要再等一下 二攻現在可以補了 Hera要補個二攻阿 不補二攻 還是繼續單TC 還是天空雄先開啟了 城鎮中心 天空雄這一坨馬攻 拉打得非常漂亮 已經擊殺了十七隻的單位了 蘿拉達老鷹直接被射穿 狩獵老鷹 狩獵得很開心 但騎士一過來 直接被老鷹擋掉 但是老鷹 也是全部被吃關了 家裡正面 這裡能夠圍得起來嗎 好 直接上大石牆 好 給大石牆防守 Hera這一波 並沒有開下城鎮中心 也沒有轉戰毛兵 那其實阿姿特克打馬攻的情況下 遇到馬攻的時候 通常有個打法是 直接補下城堡 然後轉出紫毛器 因為紫毛器它是銀罐 所以它讓戰毛兵的傷害非常高 但是這個科技其實有點貴阿 在遊戲的初期 城堡時代初期是很難點下的 遊戲大概到了中期30分鐘之後 可以考慮挖城堡去點紫毛器 但是阿姿特克現在的情況走向 已經是走老鷹爆了 所以這個紫毛器的打法 通常不會出現 可能要到帝王時代中後期才會出現 如果前面會出現的話 也是30分鐘左右的時候 而且前面有打戰毛病的情況 才有可能轉得出來 通常阿姿特克走老鷹爆的話 就是會配僧侶 僧侶配老鷹去撤製馬攻了 這也算是阿姿的兩個方法 可以抗衡馬攻的打法 但是我覺得HERA這部分 有個問題是 他的城堡中心開的有點慢了 這也是因為天空熊前面的工兵 也給到壓力的關係 所以讓HERA投資了這個箭塔 防守主金 導致HERA的城堡中心開的不夠快 現在這個時間點 天空熊的臭命處已經領先了 OK 那現在HERA 只能繼續抱老鷹跟生侶 用這些東西去進行 嘗試反制天空熊的馬攻 那天空熊這邊的做法也很簡單 繼續噴馬攻 然後繼續拉打 一直把HERA的黃金給消耗掉 老鷹只要按到一陣子 後面沒有到帝王時代 那天空熊這一波就很賺 這邊還在打 但是後面有人在招翔 三隻聖旅招翔來得及嗎 應該是可以 這裡沒有打算要走 兩隻聖旅招翔掉 那攻趕快追出去 最後是招到了三隻單位 點掉 再點掉 OK 把聖旅都點光了 還有一隻聖旅往左走 詳細點生物 KERA這一波老鷹全部送光 補下了第三個城鎮中心 這個老鷹大軍對於馬攻來說 真的是沒皮條啊 這裡 直接衝過來 射挖礦的村民 用劍塔反擊一下村民走動 好 但是有點小小斷金 這個城鎮中心要補起來有點壓力 但是劍塔還在輸出 對不過HERA用老鷹去抖動 躲掉了一些箭矢傷害 好 但是能躲多久呢 感覺天空熊的優勢越來越大啦 3TC已經開下去了 馬攻數量維持在三十幾隻 怎麼輸 感覺不會輸了 哈哈 我覺得天空熊要輸應該是很困難啦 原來HERA這邊經濟被拖到馬攻六成型 也不是打戰毛兵 也沒有直毛戲 本體來說 HERA這邊黃金也被消耗掉了很多 到了地獄世代後期 即使他只能轉出了英勇士 那天空熊也是有反制的方法的 直接轉出劍勇 去開砍也是可以的 但我是覺得HERA這邊要活到地獄是非常非常困難 現在城堡時代要繼續報勞印才能維持住 而且這邊維持住還不能打開戰局的漏洞 天空熊這裡基本上沒什麼漏洞可言 因為他的馬攻太多了 基本上要直接飛光這所馬攻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天空熊這邊這時候才點下一級農田 這就有點小小尷尬 木頭有點損耗的太多 不然可能是馬攻或是鐵 經濟會再更好一點 一級農沒有點真的蠻傷的 這Boss在升級的時候順便點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HERA這一波老鷹 果然扛不住了 終於想到要用弩砲了嗎 我覺得這把HERA真的是太小看天空熊了 這個弩砲投車應該要早點按出來了 但是他就覺得用森鋁加老鷹就可以打下天空熊 我覺得對於阿熊來說 嗯 輕敵 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好那HERA這邊村民宿差距來到了30村了 現在天空熊前置劍塔 還挖你的石頭 準備要來為你大亨寶 那天空熊敢在前面補城堡嗎 如果在那補城堡的話 雖然可以控制住城堂中心跟這些慘人 但是要擔心的是 這個投車一出來 可能會有大量的輸出 打敗蓋寶的村民上 所以天空熊這邊可能在考慮 要不要往前壓還是往後壓 OK 我覺得往後壓也是比較安全 不然這裡真的有投車的話 這個村民會掉的有點快 好後面補城堡 馬攻高打低 又繼續射穿這些老鷹 好 補炮出來 擋一下 好有能炮的話 應該就很好打了 畢竟草行的馬攻 血量少 唉唷 結果這一波直接硬衝 HERA不想要讓天空熊蓋好城堡 看天空熊這裡已經點下地龍時代 經濟好的不得了 村民宿領先的非常多 HERA這邊的村民宿反而是非常落後的狀態 好這裡馬攻直接硬撕奴炮 無炮全收 閃陣搞定 天空熊村民宿沒損失幾隻 現在是105村 對上70了 馬攻數量已經來到37隻了 HERA這邊的老鷹 開始嘗試往後飛飛看 看能不能飛到一些村民 最近繼續打正面的馬攻的話 沒完沒了 馬攻數量越來越多 天空熊家裡可能要按幾隻騎士稍微擋一下 或是 或是插劍塔 插城堡防守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現在要轉出劍兵的話 沒有辦法那麼及時 按僧侶的話 也不是那麼的好 招響到 而且還會被僧侶給反制 因為老鷹有抗招響效果 好老鷹再次飛了過來 現在帝王時代還有1小時10分鐘的時間 好老鷹現在是繼續往前推進 好馬攻繼續壓制這些老鷹 壓寶了 現在城堡也在這 好後方馬攻繼續狩獵 老鷹繼續追 好這裡繼續射掉老鷹 好保定了 城堡往前壓 這裡直接貼連寶 天空熊這一波寶 壓制住的很好 直接扣用兩個城市中心 甚至下面這個礦也挖不了 HERA的兩個礦區已經被控住 三個礦區都被控住才對 HERA這邊太難受了 天空熊這邊控資源控得很好 利用時代一上 三級色化學 點下了 右邊的野晶還好有看到 這樣子HERA還可以再稍微打一下 那HERA這邊就是要來賭了 這個精銳英勇士 能不能直接反制馬攻回去了 那我覺得要反制天空熊的馬攻 應該是沒那麼簡單的事情 這個馬攻數量是真的有點多了 那這邊要點精銳英勇士 都還需要八百肉 現在只有六片田的HERA 要點地勇士帶上去 就已經是極限了 要轉出科技以來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而且這邊劍塔 也還在繼續往前升差了 這裡要走進去嗎 走進去了吧 哇這一波走進去 HERA會很難受 二十隻的村民在挖石頭 現在可以蓋城堡 哇天空熊看到這個地方 一定很爽 哇這個上億人 在蓋堡 老鷹在前面抖動一下 利用時代好一段時間 但是老鷹的數量有點多 還在抖還在抖 天空熊這裡 有點難受 好後面的村民 快要被射光了 好搞定 好 十一隻村民活了下來 但是天空熊村民數 已經領先了一倍了 一百二十村 對上五十九村 天空熊怎麼輸 哇這個 共有預測的差不多 最後的畫面就會變成這樣子 死不轉戰毛兵 也不轉奴炮投車 這個 就可以變成這樣子 那 HERA這邊 應該是 還是想要拼個 精銳老鷹 賭個一把 完全只是徒勞無功 這一波老鷹送完 就會投了 那天空熊這邊就很穩定 巨頭馬弓繼續出 不用太轉型了 所以中短馬弓 要找個機會點一下 現在差不多可以點了 中短馬弓是要九百肉 五百黃金喔 所以現在升級還差一點點 好可以點下 中短馬弓 天空熊這邊 點下中短馬弓 三十五秒 HERA的三級的步兵反甲 還有 三十秒 但是天空熊的中短馬弓 會先升級好 這裡就刺激了 HERA這邊 只能用少量的老鷹去壓制 有機會嗎 世界冠軍 要敗在台灣頂先選手 天空熊的手上了 天空熊的手上了 哇 直接被打爆生物 四重噴了出來 老鷹往上飛 這一波老鷹能做到一些事情 應該是能解掉這裡的部隊 但是後面的主力部隊馬弓 並解不掉 這一波馬弓 現在有點難受 哇 帝王時代老鷹 果然壓制能力還是很好 這一波直接手撕掉了所有的巨頭 但是下面的神聖中心 也受到了控制 現在HERA要控制回來的話 還是有點困難 直接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天空熊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天空熊用了100隻的馬弓 打爆了HERA的163隻的老鷹 HERA真的是 我覺得是在搞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 就是有天空熊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HERA這邊則是黃金 稍微領先一點 4生物呢 還是有獲得蠻多的黃金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